11月4日晚,第十届中美电影节开幕式继今天时奖颁奖典礼 在洛杉矶帕斯蒂娜大剧院盛大举行 电影《大风祖师》荣获了年度最佳公益电影的称号 电影《大风祖师》由许桓山、余浩明、安真金、蒋凯、隋永良、吕金等众多实力演员加盟 开幕式当晚,该片的代表现身中美电影节并发表获奖感言 我们是广东省上头经济特区生产了出了这部影片《大风祖师》 我们没有想到赶上台来领奖 今天真的来领奖了,我们很高兴 首先要感谢大风,感谢家乡人民,感谢大家 感谢,感谢,感恩,感恩 2014中美电影节,美国英龙传媒